宜蘭縣大東鄉松羅村因為長期土地使用分區化 定和現況不符造成居民無法取得合法的建築執照 導致居民使用的土地無法申請改建 擴建以及發展的問題 大東鄉長表示目前松羅一共有170戶 807人而取得合法建造的只有19戶 不過公所提出在民國73年實施區域計畫之前的航照圖 證明當時的居住事實和人口 但是是區域計畫之後松羅部落卻被編定為一般農業區和山坡地保育區 認為是政府的疏失 正變為原住保育地之前 沒有同時把它變成建築用地 建築用地之後我們可以去申請貸款 貸款的額度也比較高一些 再來就是說我們目前都是推出觀光產業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有了建築用地合法的這個規定之後 我們可以申請民宿的登記等等 這個後面的這些子孫的後那個問題就會解決 照那個台東縣的那個北南鄉的三里部落 他們是在這個土地的分區的做一個更正 就是一般這個農木用區變成是一個鄉村區這樣 松羅村內土地使用區分包括一般農業區和山坡地保育區 居民希望都能夠比照台東的山里部落 將山坡地保育區更正為鄉村區 就能夠將目前土地編定為農木用地 以並更改為建築用地 原民會認為在非都市土地使用上 若能夠證明區域計畫七十三年以前 有超過一百人以上的居住事實 理應更正 讓建築取得合法的證明 就是很多建築物在這邊 這是一個事實 我想也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是不是說也拜託內政部 跟我們縣府的地產單位來大力促成 對此縣府認為 若要以更正的方式 比整體土地來變更來得容易 但也代表縣府要承認 當初區域計畫編定 包括居住人口事實的記錄錯誤 要求公所提出更多的資料來證明 縣府表示 他們相信當時編地是正確的 不過居民有疑慮 公所必須提出相關的佐證資料 縣府才能進行檢討 看是否真的應該要更正 記者大陸 宜蘭大同採訪報導